Google Nest Hub 2代 是2021年一整年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智能家电产品 我这么说不是因为Google免费把它寄给我 3,180块这个新台币的价格 还不足以我出卖我自己的灵魂 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带有7寸触控萤幕的智能音箱 长相很朴实无华 你放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可以拿来当时钟数位相框 或者是一个所有智能家电的中机触控板 虽然说我说是我最喜欢的智能家电 但不得不说我还是觉得它在完美Target的受众族群定位上 很尬 超尬 至于为什么尬我待会就跟你说 我先讲为什么我喜欢它 上面这个7寸的触控面板 就是我最喜欢它的其中一个原因 现在大家家里面都有智能影响 不管是小爱同学还是Siri或者是Google 你只要去跟它讲话 然后它就可以智能地去控制你家里的所有东西 或者是让它来播音乐 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OK Google 我想知道柿子跟牛奶可以一起吃吗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网站的资料显示 吃柿子感到有瑟瑟的感觉 那就是丹宁酸 依据营养专家的解说 如果一下子柿子吃过量 且与高量蛋白质的食物一起食用 乳乳制品或海鲜等会有产生铭块 引发肠胃不舒服的可能性 OK Google 闭嘴 很尬吧 每次问他问题完后 我都要花一段时间去等他念答案给我 我真的可以 其实如果有个触控面板 直接让我看答案 那是最快的 因为听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完 其实蛮花时间的 所以我觉得有这七寸的触控面板 很常我只要问完问题 我可以直接用看的 而且更一目了然 尤其是比如说我叫他倒数30秒 我其实没有一个 有办法让我随时尖看 现在是几秒 他不会29 28 27 所以我觉得有个触控面板 可以更直观地完成这件事情 而且我现在就算晚上 我床上有个女生已经泪滩了 我要叫他开灯 我可以不用喊 Hey Google 帮我开灯 我只要去按那个触控面板 他就可以自动完成开灯这件事情 OK Google 关灯 对 所有智慧音箱能干的事情 他都能干 比如说倒数计时 订闹钟 查天气 问股票 问你想要问的事情 播音乐 这些我在一一去讲话 就是拖长影片时间 然后来加广告而已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多了一个七寸触控萤幕 你能做的事情 就是更直观地去控制你的家电 直接用点的就可以了 还可以更直观地知道 你所需要的资讯 比如说你要问新闻的时候 问天气的时候 可以更直接地把东西显现给你看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拿来看Netflix 或者是YouTube 虽然说我是真的想不到 什么原因 让你要用这台小机器来看 YouTube或Netflix 就是用电视看不好吗大哥 电视那么大一台 多舒服啊 不然用手机看嘛 手机还可以拿来拿去 这个东西要插电 所以你只能固定在 比如说床旁边 或是书桌上 或是客厅 就是不方便啊 而且它的画质只有1020x600 连720p都不到 我唯一想得到 你要用它来看影片的理由 就是你家有小朋友 然后你家只有一台电视 小朋友一直吵着 他要看卡通 然后你要看新闻 所以你就把这台 叫他拿去旁边插着 然后去看他的卡通 你看新闻 这是我唯一想得到的理由 其他我真的想不到 但是这个7寸的触控萤幕 我是真的很喜欢 因为它可以让我更直观的 去控制一些我想要的东西 我可以不用再去听它 慢慢把我的答案链给我听 第二个我喜欢的点在于 它上面有一个感应器 它可以感应到你所有的动作 所以它可以直接 不用触控到面板 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比如说暂停啊 上一首啊 下一首啊 这都非常简单 而且它可以感应你的睡眠状况 上面有三个麦克风 加上这个感应器 它就可以晚上侦测 你睡觉的时候 你有没有打呼 你有没有睡眠不好 去做你的睡眠品质 它除了帮我感应我的睡眠之外 它还可以播放白噪音给我听 我现在要准备睡觉 然后我来跟大家讲 我最喜欢它的一个点 因为我二十小没睡 所以现在不会有资料 反正你要睡觉 你就正常躺下去就好 可是这边有一个这个 播放疗愈抒压声音 这个点下去 好 等它跑一下 它会跳一个 比如说 它随机的哦 有时候是流水声 然后有时候 我在使用之前 我不觉得这个会有什么狗屁用 但我跟你讲 开了这个之后啊 你去睡觉 超好睡 赞 这个是Google自家出的原生生态产品 也就是说它的背后 有很多Google软体在帮它做支援 你要用数位相框 那就有Google相簿 你要查地址 有Google地图 你要查天气 有Google天气 你要查询任何东西 有Google搜寻引擎 就很强 而且3180块钱 新台币这个价格 很亲民 很适合在情人节的时候 拿来送男朋友 送女朋友当情人节礼物 OK 有点我觉得特别的 我喜欢的 我通通都讲完了 我要来讲讲 为什么我说 它的完美受动族群 Target很尬 什么叫完美受动族群 就是可以100% 使用到它完整功能的 完美人选 我们买东西不需要overkill 我们不需要效能过剩 对吧 所以最好是 我每个功能都用得到 我们从Google的广告 可以看得出来 它主推的功能有 睡眠侦测 它就是你的睡眠助教 睡眠教练 帮你记录一切 但是它只能记录一个人 也就是说 你要用到这个功能 你要单身 你的房间不可以有任何其他人 因为它没有办法分辨 是谁的大护身 是谁在翻身 是谁睡不好 你只能一个人睡觉 OK 既然有睡眠侦测功能 也就是说 它放的最好的地方叫做 睡房 你的房间 你一天在房间里面多久 你去上班去上课 然后你下了班 在楼下客厅 看个电视 在餐厅吃个饭 去浴室洗个澡 到你第一房间玩个小孩 然后回到你的房间 差不多准备睡 你房间有很多智能家电吗 一般来说不太会有 对吧 所以 最适合它的完美族群叫做单身男女 而且住在超级小的小套房 前门通后门 前门走到后门 两分钟 然后你吃饭在这边 睡觉在这边 看电视在这边 洗澡在这边 打电动在这边 做工作也在这边 那就很适合你 对 但是我觉得3,180块钱台币这个价格 没有办法用到完整的效能 也无所谓 没多少钱 对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产品 但我还是想要提一个 小小的建议给Google 如果下一代 Nest Hub三代 可以内建电池 不用太大 两个小时 或三个小时 让我们可以临时 移动到别的地方使用 比如说我在厨房 或想要一边做菜 一边用YouTube来 就是用食谱 然后影响大一点 因为臭烟机很吵 那我觉得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大概就这样 它还有一个 可以跟台湾大哥大连合作 就是办一张网络的门号 然后你可以打试话 但我个人觉得 你有手机就好了 不用再多办这个东西 可能有些人用得到 它 我个人 很推 以上就今天评测 算评测吗 算分享吧 有问题 下面留言 买了不会用 有听没有懂 多留言 我心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